我经常被人问到 他从来不会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认识 就算偶尔在街上遇到手人 他也不会明确说我们的关系 他的微信朋友圈里 从来没有关于我的踪迹 也不会发我们的合照 他也从来不会给我的动态点赞评论 他一直以来 手机从来不会给我看一眼 也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见我的朋友们 他总是会突然消失 不回我消息 对我忽冷忽热 每次提起未来 他总是很含糊地敷衍过去 他是不是真的不爱我 其实每次这种问题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问这种问题的人 其实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这一点我在节目中已经说过很多次 他们知道这个人就是不够爱自己 或者是根本就不爱自己 只是你不愿意面对现实而已 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感情上的失败而已 如果你继续执着下去 总有一天 现实会让你狠狠摔一个大跟头 他会告诉你 这个人一直在骗你 而我不希望每个被爱的人走到这一步 现在的人都喜欢用个人隐私来禁止对方查看手机 可是在爱人面前还需要设置饮食吗 不存在两个人有什么小秘密 试想一下 如果两个人之间在一起彼此还不互相信任 那么这份感情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其实有时候女生会翻看男生的手机 她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了解你 只要是不碰触彼此的底线 我想真爱之间没有什么秘密 两个人要坦诚相待 不需要对爱的人躲躲闪闪 彼此设防 信任是相互的 没有信任的感情是走不长远的 如果只是牺牲一下手机给对方看看 可以换来她的心安和满足 给她看一看又有何妨 信任是爱情的基础 而信任的基础又何止是一部手机呢 爱你的人不会怕你看他的手机 因为他对你无所保留